福布就是王辉收 怎么收啊 怎么收这个问题 就不讲了 一般的来说认为收福呢 就认为是 腹肌要紧张起来 崩起来 这个讲法不对 实际是不对的 腹肌不能够紧张 但是呢 腹要王辉收 这个收呢 就需要注点翼了 怎么注意呢 如果站着的时候 那基本从咱们解剖学来讲呢 两个卡钳上机 咱们学个解剖学骨头了 卡钳上机 从这个部位 如果站着从这个部位 换回收 同学们还得站起来 自己摸一摸 摸摸这个卡钳上机的位置 我们卡钳上机的位置 从卡钳上机这个位置 往回收 往哪收呢 第一步的收 是收到第四腰椎 下面的阳关穴 往哪收 两个卡钳上机 往后面 那个第四腰椎下面 往哪收 这是一个 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这个卡钳上机 往张门学这个地方收 咱们叫张门学 就是十一肋端 十一肋骨 幽立肋 摸摸那个十一肋 那个肋骨头 那个地方 摸摸那个地方 一个往上 一个往后 这两个力量 往这个往回收 定一肋骨头 这个腹 一方面是往后 由于这个胯 往后收 再加这个两肋 往上提 这个小腹 就往回收了 另外呢 再还得加上一点 肚脐 往命门 肚脐啊 往命门 往那个第二腰椎 第二腰椎 基本的腰带 杀腰带 往那轻轻的 往回缩 这个收腹啊 它就可以 起这么几个作用 一个作用呢 是把 我们这个腹部的气 原来我们在 胎儿的时候 肚脐 它这是一个 来供养我们先天气的 我们气带减断了 可那个气场还有 啊 那个气场还有 过去咱们一般讲 没讲这个 没讲这个作用啊 把气带减断了 那个先天气 从这走 这是先天气的气场 可在我们后天呢 在后天呢 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肠胃了 小肠在这个地方上了 小肠在这儿了 完全变成后天气了 从哪个点先天 在画后天了 先天气以来 使我们后天 肠胃功能强 从中医记 有那么一句话嘛 补命门 叫补火生土的方法 就是补命门 来建脾胃 实际上 命门属于先天了 把先天的火 补充足了 来建了脾胃 实际上这个肚脐的命门呢 这个肚脐的先天气 它这个气场 来增强到肠胃的功能 我们现在一收腹呢 就是要把这个先天气变成后天气了 后天气为主了 再把后天气收到命门 收到肾 再把后天转向前天 这个收腹 就算每个简单收腹动作 它里边就可以起了个作用 同学们记得起了 或者记笔记也行 完全觉得是 这个收腹里面 它有一个 化后天为先天的作用 把后天气 收到肾去 肾属于先天吗 这是从肚脐往这儿收 这是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 当我们收卡牵上机和章门 往这儿提的时候 同时要一个收缩会音的 这句话咱们讲会音还要讲是 配合着收会音的 会音一提 提会音的时候 要从两个章门那儿提 我们说一会儿 我们讲收 讲会音再讲这个问题 会音收缩 不是会那儿实际挤 要从章门 往上一拉 咱们一动 从海底往上一动 连收腹一起起来的 所以这样的收腹啊 就把后天的经 后天的经气 往上提 要往肾往上提 那儿就提到肾里面去 也要往先天上去转化 这个收腹里面配合了提会音呢 一个是画后天脾胃之气为先天 一个是收会音的话呢 把后天的经往先天画 所以这个咱们收腹呢 从简单来说 就是这么做 做法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要不讲清了 怎么去做 不懂的这个动作的要领和窍门 就管时间完会憋肚子 那就使得呼吸都不常快了 腹肌一紧张 一绷劲 你想做辐射呼吸 做不掉了 隔级下降 也受阻碍了 反而的话呢 一收腹就变成气憋了 就出毛病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应该懂得收腹 应该这样收 当然这样收腹之后呢 腹完会收了 当然这里边呢 看下面回音也往上提了 就使得丹田的气内压增高了 内压增高了 如果我们呢 同学们看 看以前画的气功图 有些图呢 就画的大幅便便 可是如果你真一看 有些个功法 真正练功的一个图 真正画的比较肖像逼真的 都是腹部都是 都不是那么非常大肚子的 都不是大肚子 大肚米罗佛 不可能这样子 一开始也可能 会要冲击冲 腹胖一点 瘦点 胖点 瘦点 有那么几个 有那么几个充斥过程 但是呢 到了后面 真是肚子 总是这么大 非常个大肚子 那就是气收 收的不够好 当然腹部不充起来 里边能 里边容积也不够 有了容积 还是咱们会收 关联在收腹上 腹那么一瘦 里边气压增高了 过去经常讲虚心师腹 虚心就是心要虚 当然管那个胸腔要虚 这更主要是讲的意识里边虚 心虚是意识里边虚 不像东西 师腹呢 是精气充足 精鹤气都充足起来 我们的收腹呢 就能够帮助里边的气压增高 我们经常那么收腹 练练这不气压增高了 而且将来这个气 也不散了 那气体容易团练起来了 我想对这个腹部啊 就不解简单 过去练武术气功 练动功 讲究是腹斜空松气腾然 腹部和斜肋部 这个肋咱们肋肱下面呢 咱们肋肱下面一到 到了这个十一肋 十二肋 这两个优理肋 这个称为斜部啊 上面的肋部 这是斜 腹和斜要空还要松 气才能腾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收腹 不用这种收腹的方法 你用腹部 实际用力气 腹就不空 也不松 腹部不空不松 气就不能往上腾 要在站桩的时候 站桩啊 你这腰 这个腹部不放松 斜肋部不放松 气就不好往顶上走 将来少阳之气 两类的少 两侧属于少阳之气 少阳之气将来 伸个头顶上去 直打青龙脚 不好往上打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收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 往上踢 到这个往上张门 不是到了张门就直 而是呢 往这个大包 再往上踢 往大包上踢 接着的话 气就从两侧上来了 所以你在站桩的时候 从你这么站一站的话 你这么站的时候呢 你把腹部收一收 往命门贴一贴 再往大包上踢一下 如果配合着顶头旋 两个青龙脚 这就有气了 你再轻轻一动一动 你轻轻一动 把腿站直了以后 你不站桩 再做好一样动作 以后收腹动作 你做个龙头贺手 做个龙头 你轻轻动一动 两个青龙脚的感觉 两个青龙脚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么做的话呢 整个你放松了之后 那个气就可以从脚的两侧上升起来 一直通过血泪上冲青龙脚 轻轻动一动 那个头顶动作要小 不要动那么大 平时不要动 平时动得大 轻轻那么一动 你结合着那个收腹 提泪 这气就上来了 整个就整了 如果你们这么站的话 就你们自己一个脚一站 我原来说那个风白柳啊 它就好出现了 把脚提起一个脚来 慢慢的两侧 头做那个龙头 轻轻轻轻轻轻地动一动 轻轻动注意两侧 身体 身体要中正 不要 身体不要倾斜 不要歪 不要往一侧歪 往一侧一歪的话 就是你就站着不正 不中了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呢 你把轻轻轻轻 一座龙头 注意卡车上机 往上收 往上往 往上往后 往回收 这样的话身体 也就比较稳了 都不容易跑 不容易动它了 动它可以轻轻地 身体会轻轻晃动 轻轻晃动嘛 那就是一个 所以过去呢 它就晃动 你自己这样想 它栽不倒 栽不倒没事情 不栽 这样它就晃动 你不要绷着 不让它晃 你轻轻地晃 你随着它一动 它倒栽不倒 你一绷劲 它就栽到了 它往那边一晃 它要平衡 它自然要返回这边来 上下 清晰 它自己那么 白白晃晃 又白白晃晃 这就是风白柳的动作 所以头顶摆回 一个注意 摆回往上提 做龙头的事 两边摆 要注意 下行上去 完回收 那就是 往往这样 就比较容易 掌握云恒 所以这个气呢 就是你动一动 和你平时练功的感觉 那就要差多了 就是注意 那么一个收服 和不收服 收服的方法 你做得正确 和不正确 就大不一样了 这个呢 就简单 这个腹别简单 没说这么一些 下面就说腰 腰部呢 也是放松 腰部也是放松 这个放松呢 就包括了 腰椎要放松 腰的韧带 几度的韧带 肌肉 都得放松 第一个放松呢 就是咱们站着的时候 就是注意 腰椎 往后秃 腰 从 二三四 二三四 都要往后秃 站着的时候 二三四 就往后秃 秃过去 但是一开始 我们不好往外秃 不好往外秃嘛 就是 慢慢个 慢慢个来 怎么去秃 秃它呢 这个秃 就是 微驴下垂 拔背 上面一拔 下面一垂 所以那个腰椎呢 它本来往前弯的 它对 往后拉 拉开了 另外大家通过收腹 通过收腹 一收腹 用腹部 用腹部的气 往后推那个腰椎 拿腹部的气 往后推腰椎 可以怎么呢 可以用吸气的办法 一吸气 吸的命 往那儿去 拿着一吸气 就拿那个胳膜往下 那么一推 因为那个胳膜后面 就连到了 第一腰椎那儿去了 一吸气 一吸拿那个气 往那儿冲到那儿去 往那儿放松了 那腰根往后放 往后积 那个椎就容易突出去了 咱们以前呢 在外面讲 没讲这个问题 用吸气的办法 说一气吸到命门 吸到肾里面去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说 智能工不讲跳膝 但是呢 当时我们讲呼吸的 里边内在的气急变化 一吸气 胳膜往下一沉 那一吸 让那个肚子 别往前鼓 一吸 从那个腰呢 他那个往下一沉 沉那腰那儿去 腰那儿出去了 一吸气 腰那儿出去了 你摸个那个腰那儿 摸个腰两侧 一吸气 实际一吸 他那儿就鼓起来 他就往外鼓了 一吸就鼓了 鼓了以后的话 你再往那带着腰椎 往外出 不要弯腰 不许弯腰 腰不要动 腰直着 一吸气的话呢 摸个那个脊柱两侧 就那个射肋 射肋骨下面 一吸那儿鼓起 一吸那块肉 他就往外鼓 拿个气冲的 给鼓起来 往外一鼓呢 带着那个脊椎 往回去 他一吸气 腹是呼吸 肚子不往 不是往前鼓 而且往后 让他往后边去 垫着腰椎 很快就出去了 这同学们 帮他说 你练成站三个月 你今天选老师 站成三个月 站开 我们怎么站 怎么站不开 你们自己不琢磨 本来学了解剖学了 你看那个割机 割机的周围 往哪连着的 后面的割机 连着哪去了 不是写的清净楚楚吗 讲了割机 不是讲了吗 你这一吸气的话 这个中心件 他要往下走 这儿要往下走 但是没有 你就加成意念 用意念引导着 把后面的 往下多走 往下一冲 把那个腰椎 那不就过去了吗 所以本来 是很容易 也很简单的事情 懂得像 小龙龙 现在科学知识 你要是把身体气 各种变化 都用上去 那就应该方便多了 比这没有这些知识 那就容易多了 要不然加这个基础 会干什么 加解报告干什么 就是要懂得 每个部分 它的特殊性 要注意一个割机 将它从学们回去 把那个割机翻一翻 起之连 周围的周围状况 一吸气 而多体会 这个割机的变化 将那个割机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看那个变化情况 你自己呢 要多练的 多注意这些问题 咱们这样 腰椎啊 就腰部放松啊 腰部放松 将来你什么时候 能够一呼吸 这么站着 站着的呼吸 腰椎一呼吸 一吸气出去了 一吸气回来了 不是 一吸气出去了 一呼气回来了 因为一呼气嘛 隔壁晚上一升 腹腔 压力变起来 虽然那就动它 但是会动它了以后 将来再不动它 没事你老站成 老那么呼善也不行 会动它 然后再不动它 不动它以后 它自己的气再动它 那才行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是 将来你这个腰椎 你这不会动它 你要想练体呼吸 是比较困难的 这会动它了 练那个体呼吸 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过去讲 五书气氛 叫命以源头 再腰吸 腰那个肩细 腰椎和腰椎 当个一个缝隙 咱们叫椎间盘 每个脊椎 当个椎间盘 椎间盘那个地方 都得很空松 说那椎间盘 还不脱出来吗 那脱出来还了得 越空松 越不会脱出来 越紧 一步就一压 时间那么一压 好了 一压的挤出来了 它空松了 一挤出来 你一起来就要回去了 它随随便便出来就没关系 所以我们那个药椎 今天还会摸着 传去的时候摸着这个地方 它会鼓 一吸气鼓 一呼吸别 吸气鼓 呼吸别 所以你跟它摸着 一个手放在肚子上 一吸气别让肚子 时间完了 别让肚子往外鼓 让后面鼓 一开始就坐不到 前面补鼓 鼓少点 吸气让 多让后面鼓 用意念 后面用力 放松 这么吸气 那这就好 这就好松了 所以咱们从狮子般 练松腰 得用呼吸链 在外面呢 我们就不讲呼吸 就讲蹲墙 讲蹲墙 讲三星面站庄 咱们得用呼吸链 就用服饰呼吸 用服饰呼吸法 直接顺呼吸 这个腰啊 同学们要得特别注意它 得特别注意它 平时你得经常注意它 走路注意它 站着注意它 走路站着 那个腰椎跌往后放 坐着 腰椎跌往前塌 咱们坐个一般的腰椎往后的 咱们腰椎放松的话 腰椎往前塌 坐一会往前 你放松 你这样一坐 你坐得稳的 腰椎往前一塌 腰椎一塌下去 臀部往后 臀部往后 腰椎往前 胸部有点 有这么点往后 这么三 日本它那个练功啊 它叫三折式 一折做得比较稳的 它就自在了 做得身长 你要是坐个的时候 往后一弯腰 还是个功效呢 受人还免得凑合 胖人一弄 一个身体都压在前面 坐不身长了 一坐前面一塌 上下 这么一综合 行了 但你又不放松呢 踏不下去 踏不下去 所以这里边呢 你坐的时候 你还得包括 胯腰放松 腹往回收 腹放松 胯往回 冲往后 你才能腰往前 它才做得到 所以咱们要求呢 腰要放松 正好和日常生活当中相反 日常生活当中 普通人站着 腰往前 坐着腰往后 咱们要求坐着腰往前 站着腰往后 这也是来纠正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人已经造成的 这种偏 咱们将运用意识 将纠正偏执一元体 意识的偏执 将挑身呢 要来纠正形体的偏 这个偏颇 这不叫偏执了 偏颇 偏了 尤其对腰肌一点来说 最大的关键 最大的关键 练顿功啊 腰是最关键的东西 太极拳讲的比较多 当然其他的拳 在内功讲的比较多 这个腰也非常注意了 主宰于腰嘛 腰是个主宰 腰是个主宰 我们说胳膊腿 是听命于腰的 咱们说意识是主宰 那是从神和形来讲 意识主宰 那么在一个形体里面 腰是主宰 腰是主宰 咱们人胳膊腿 正在这个形体 腰是主宰 五发力 几顿 基本是呢 从腰上往外走的 过去讲 一身背 五宫啊 这个身体里边 这一个身体上 它具备着五张弓 五张弓 所以这五张弓呢 就是上面 集中是一张弓 集中这个弓呢 上头 是从大坠到玉枕 下头 是从嫡谷到维履 这个弓背 就是集中 集中命门这一段 这是一条弓 这一条弓连个四条弓 上支一个胳膊一条弓 上支那个弓梢的话 那个弓梢是 从肩到大锥 一个弓梢 手到几个弓梢 肘是弓背 下支的话呢 跨 跨到这个跨骨 到了阳关 这是弓梢 脚是弓梢 膝盖是弓背 这五个弓 这么五个弓的话呢 这个腰这一动腾 带着个四张弓动腾 它是一个整的 所以它那个腰这一动腾 它带着几边动起来 一动腰动出去 连动弓 都必须将来会动腰 用腰来带动它走过去 我们的手啊 胳膊长得腰上了 然后它的动作是要传递 手一动 手一动 这个臂 到了通过颈部 从行政 跟那个脊柱连上 可是它这样的连动的话 是那个气连的 是从深入血连的 它不是从大龟连的 就是上个的气 跟深入血连的 你一动 从那个肩那个地方 出去的动作动作 咱们做 做这么不能 它虽然上面连这个预诊呢 连这个预诊呢 但是下面的话呢 连这个深入 真正的腰那边 是从深入走的 从深入血 所以第三胸椎 第三胸椎下面伸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个 将来我们练上肢 上肢一动的 跟上肢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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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九宫十三门的 那个翘点 不是伸出去吗 就是上肢一动的 那个伸出去 都会要动的 所以这里面呢 将咱们去好多练功 有穴道 能不能开呀 能不能开 这都有关系的呀 劳工穴 直端 中重穴 这就是穴位 这一动呢 从那打回去 连着开 开起来 当然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 将来练功 咱们再讲 那个动作 一个整体 你得和腰连起来 咱们这讲腰嘛 关键不是咱们讲 下肢 咱们再讲动功的时候 咱们再有些问题 再讲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 你慢慢体会 腰这一动的 一转身 一转身 先要转腰 现在腰带个动 可以一般的人 操机怎么样呢 他这么 拿这个胯骨这么转 拿这个胯这么转 这么转 这就不对了 那就不是真正转腰了 通常一笔就转胯 应该一动的话 从里边 从腰那动 胯没动 腰那一动 因为那个胯动 是行的动 转身 就是慢慢腰会要动 所以腰会 一开始动不了 也开始动不了 那个腰那将来 要会前后那么 前后松 先会做这一点 前后松这一点 慢慢这个腰的话呢 那个腰那 将来你把这个胯定住 胯定住 不动它 就从上面转 从上面转 从上面转 从上面转过来 就身体也转过去 这么从腰那转 别这么转 把这定住 这么转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从脊椎 从脊椎往下 顶顶顶 再转过来 腰那转过来 那个底骨不动 它 整个人儿急住 整个人儿急住 转过去 腰给你急住 完这么转 所以这个是 慢慢要学习的 这个形体动 这个气血通 将那个腰会动 它以后的话呢 会前后动了 会那么动它了 将那个腰那 还会转圈 那个腰那 这么滚 腰这么滚 这么会滚了 这个腰就放松了 将来我们这几个圈了 练动功的 几个圈圈 这个卡电相机 从卡电相机 从这儿往后一个圈 命门这儿一个圈 乳房这儿 这么一个圈 当然是呢 这是身体的躯干圈 躯干圈 如果是呢 如果它也带上头了 弯上有大三圈 小三圈 咱就跨骨尖 这儿一圈 但是 中腕这儿一圈 尖头这儿一圈 这是 气外的大三圈了 整个形体三圈 人体呢 耳尖这儿一圈 耳尖一圈 胸部这儿 胸口这个地方 口的倒是一圈 下面就是 也是跨骨这儿一圈 这三圈 这一圈 从上面三圈 整体 整体 咱们现在讲整体 还要给同学们再讲这个问题 整体一家 周身一家 怎么那个气 整了 连在一起了 现在这些气 怎么能团起来 怎么能团 或者讲周身一家 还给同学们讲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讲的话 讲躯干 讲腰的时候 腰哪为中心 将来这三个圈 这个周身的气 容易整 从外道里进去 合进去 我们这个气 怎么收进去 变成个整的 在过去说 接单 咱们并不讲这种接单法 而讲是整个的形体 冲起来 但是你要整 气不整 是个零三的 那不行 再给你腰部放松 这三个圈 都是死的 这几个圈圈会连到一起 把腰放松了 围里往下一吹 腰上往后一放松 大胸上一提 百胸上一提 再轻轻往下一放 人就整的了 这个气 就成为一个整的气了 你再动 周身气是个整的 它就不是局部的了 人里这边气是整的 周围的气场是整的 第二练气功来 这个气变化就不一样了 所以像这个情况呢 就是 有些课 将来有些同学们 还得反复听 有些人就得听 现在有的同学 在反复听课呢 有些同学就不愿意听 没事玩玩去吧 干活练练功去吧 有些读童课 你不听不行 有些个窍门的话呢 我家也不讲 你八辈子你也找不着 所以我们在 我还没讲那么深呢 就是八七年 我们在北京 西战办学习班的时候 咱们北京 得过武术比 北京市的武术比赛 得过名次的 他在那个学习班 哎呀 他说老师讲 这一课太值得了 就讲个简单的事情要求 这一课太值得了 就讲一堂课的话 这七块钱 七百块钱 我也花呀 我跟了我老师 十几年 我们老师讲的窍门 在这边都有了 在这边讲的这个诀窍 我们老师还没有讲 咱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 在书本上没有啊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 就可以说 不知道我们讲的 这些贵重就是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个课呀 不愿意听 反正到时候 也不愿意躲起 反复去弄去 所以说比之后就完了 将来你们在过程中 干净以后 你们要示范的 你们走一走 跑一跑吧 再回来看书 可能也觉得 他举钱了 就是啊 因为你没 没让社会去看过 你看着去 走着看看 有好多的 有好多的 他好多的 不知道这个 练武术的 就练这个一门 武术的 有时候 他也还不清楚 这个东西 练气功 也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 你们得 你们得有时间 看书啊 看书啊 看 看路心带 听路人带 看路相带呀 因为反复脑子那是 打成打成印子 因为我讲的课里边 有好多内容是 结合着我当时 我一边讲 一边不高兴 一边高兴 就是有时候呢 就随随便把脑子 这些东西就开出来了 有时候写书的时候呢 也就把他 把他压上了 有时候也不想都写了 都写了以后 就是打摸 我说过好多次了 事后呢 骗子就太多了 就是啊 一闹个家传 一闹个家传 所以现在只好是呢 大部分都写了 系的东西 我们在十字班那边 咱们第一次讲课嘛 这东西还没有写 接着以后咱们 当然再过那几年 我们也还要公开 书还要公开出去 当你说你们都学会了 像我们全国这段功能 这些人 好几批毕业的都会讲了 他再说他们家传的话 你看 说你什么家传 说我们都会 说你什么家传呢 说我们这都称老祖宗了 就是 所以像这个问题是呢 将来我们也要写书 等我们把这个讲课 整理材料 整理完了以后呢 这个叫福的材料 福的材料 我们就要正式往外出书 也还要搞 所以现在同学们 你们得认真的去想 多听 多记 多实践 所以这个腰啊 你要是解决不了它 这个问题不解决 好多问题不好解决 第一气你要练动功 气不太好通 腰不放松 气不好通 我就上一次讲啊 咱们在九一年 九零年二年 在世界中接触了全国搞教练的 杂技教练 武士教练 三个 有三个人 第三个人 他们就是因为腰没有解决 省一级的教练 腰没有解决 得了半生不随 这一点呢 赵浅川也讲过 转身太多了以后呢 阳气上升太多 下降不平衡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出现 这个虚扬上月的现象 他们听我们这一讲课呢 还咱们是 那个普通辅导演习一般的 先咱们讲 各部神经压要求讲的一节 他们一听 哎呦 太好了 他们一比较 的确就是不一样 啊 的确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这个腰 你得经常练 解决不了它 因为我们现在功夫还不够 你还出了那么大问题 要得脑出血的时候 得有了功夫才得 有了功夫才得 你让你打太极拳的 你不管打的对不对 前面打三个月 搞虚子都下降 打太极拳 因为打减化太极 减化十三世 打太极拳三个月到六个月 血压都下降 慢慢练吧 练练练练练练练 要松不开练就不合法 三年就够 慢慢血压又 就不行了 这里有了功夫了 好了 血压又上去了 血压也跟着功夫涨 功夫涨上 血压也涨 我有一个老朋友 他在北京 我说在北京啊 六十年代初期 我跟另外一个老师 练太极拳 他练太极拳 那是在东城 在超越门外的 出一手 那是很有名的 那是 得了三次半生不随 还是真有本事 得了半生不随 资金 那都好了 孤二年又得了 得了又 练练又好了 好了 又得了 最后文革 大家可能把他轰走的 怎么轻我 不大清楚 这半生不随 一条腿站着还这样 一条腿站着 就年轻一推走 一推一撒 一撒啪 把他扔出去 一扔就出去 但是不是空中飞出 两个刚才远 你就一撒一撒一撒 一撒一撒就跑 一跑 最少一跑 一撒一撒就出去 那么一撒多远 一条腿半生不随 那站着还这样子 但怎么样 腰松不开 腰松不开 腰松不开的话 半生不随 还这儿得 所以我们又要松腰 我们不练武功的 没那么大本事 叫人气不好化 气不好化开 练经化气 所以一般的腰松不开 腰往前塌着 气要自己转的 不好转 不好转 尤其是讲经脉 讲单道的还稍稍差一点 但是讲单道的也有不少 现在好多点单道的 也顾不去 就是由于腰松不好 腰松不好 气不能耗力通 经化气 化得不顺当 经就跑了 念念念经充足了 经充足跑了 念念经充足跑了 这就化不了 当然化经的话 并不是这儿 这一关不是这儿 不是化的 这根气不好过 不好过 停住 腰酸腰疼 腰麻痒 腰麻木 你腰不发凉 这就是腰松不好的缘故 你就是可以拜白带多 做复科病 都跟腰有关系 把腰回动弹了以后呢 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有些出自发工的 为什么自发工 他那个是 他那个经脉局气 腰盖过不去 走正路过不去 他走腹落 走腹落往往一腹 好了 走到肌肉里边去 就动起来 他从这儿 从这腰盖过不来以后呢 他就从哪儿过去呢 从臀部的 从臀部的胖光经的 和少阳经 治边的环跳啊 从这个穴走了腹落 好了 腰 取干 下肢 动起来了 到了上面 也不是从机构那么走的 从上面 从肩颈啊 天宗穴啊 也是少阳太阳 少阳和太阳 从走过去了 好 跑到上肢 上肢就动起来了 这还是说比较好的自发工 这走的腹落 气串了 如果你把腰一松开 把腰一松 你还不要真松开 把腰这个字摆松了 围了于下沉 白贵一上领 腰往那儿一放松 自发工马上就停 他就停了 他不会发了 他发不起来 他就能晃晃 晃到晃到 又晃晃 发起自发工呢 发不起来 但是有人他不听你话 那我不行啊 我被测说的不行 那加意识 那是另外的说法 那是 所以在第一点上啊 希望我们同学们 这个腰要特别注意 这是从我们一般来讲 具体练 咱们同学都练了 练蹲枪 练蹲枪 蹲枪 反复蹲枪 蹲枪就是练松腰 练蹲枪的话 一开始呢 就是有时候挺着胸脯蹲 有时候冒没号呢 不这个胸 寒凶 寒凶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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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咱们同学 基本蹲枪都不成问题了 现在是一般的这个松呢 就是同学们 将来要什么办呢 就是把那个 冲着枪蹲的时候 把枪冲着蹲的时候呢 自己把身体再离开点枪 把身体离开点枪 腰那放松 这样去做就行了 咱们那个至于说 咱们的什么战章 松腰法呀 什么转跨松腰法呀 这个情况我们就都不讲它了 咱们三一门俩庄嘛 它也可以松腰了 三一门俩庄松腰嘛 这是松腰 呼吸松腰 一脸松腰 转而转跨的 这个松腰那是转动它的 转动它的东西 我想的就是 对着腰部 就这么简单 说一说 下面讲胯 这个胯嘛 咱们也是要求放松 咱们的胯嘛 有前胯和后胯的区别 前胯嘛就是胯关节 这个松呢 现在一般的来说 练武术的松胯 都是松的前胯 像踢腿 披踏 这都是松前胯的 把那个胯关节 关节囊松弃起来 咱们学的觉得 这个宽 这个宽关节是比较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骨骨头和这个宽揪啊 它就这个是比较 骨弄度比较大的啊 你看那个咕咕镜 它都套进去了 所以把那关节囊放松了 它是移动 所以这个跨关节 它的活动度可以非常大 这样是踢腿的啊 踢前腿 踢后腿 踢百山腿 不是这个 不是百连腿 过山腿 过山腿吗 那是从 是从 起右脚 起右脚 往上踢 踢 左边耳朵 从左边耳朵踢过去 踢后面耳朵 稍稍从箱子踢过去 我这工作是没有练 我只觉得老师们跟我说 这问题啊 你看从左 踢左脚 从右边过去 拿那个脚 碰后面 这么这么踹 你看从前面踢起来 从前面踢 不是踢高 要有那个脚尖 正好踢硬堂 往这踢 往回收 你跨 你跨往下坐 往回收这样踢 才踢起来了 你往高出去 踢老高 那跳芭蕾舞 这个绷着脚面 往后踢 踢老高 这个人把脚尖绷起来 脚后跟往 脚尖往前踢 这么收个踢 那是一般 松这个前胯 松这个胯 往后踢倒踢紫金关 也是松的 也是松的胯关节 咱们的那个 拼足开胯 松前胯 那个那个练法 那是武术的少林的练法 现在芭蕾他们也是这么松 芭蕾 他就是脚尖外撇的 咱们说 那帕老师 怎么你们这功 那个芭蕾的 那个 外撇成一字 这么 我们还没你们 这么刻苦练的 有点像我们 练芭蕾的 我说你练了这段功 你叫芭蕾 你就成九雷了 就 真的 他们就 我在 87年 我在北京 那个 南 那个 一六合院 那个不是那个 在 千门那 就什么样 西合院 西合院 在那 我给你们讲课 这个有一个 那个沈阳 芭蕾舞剧团的团长 练 练他们的功 练的 一般芭蕾舞 大部分都有 七关 深长了 七关的积水 七关的积水 有了毛病 不能练 练练 咱们技能功练好了 我说 你就别这么练了 我说 那咱们技能功这么练吧 好了 前年 他还在上台演出 比如 你节目会 他六十五十六十 他怎么 这个演技越来越好 他练的练练功了 他练的练练功了 我跟你讲 我跟你 我说 那我们有三圈相螺 把身体一提就起了 你这个身体又轻松 哎呀 说你们这三圈 比我那八来五 那个三什么 那个 那个 我说 我们这中国的东西 你们这西洋 都包括了 就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八来五 不讲什么 膝盖一圈 胯骨一圈 乳房这一圈 我说你 膝盖一圈 不要 从胯骨一圈 乳房这一圈 那个胸骨一圈 肩头一圈 这三圈 你跳芭蕾舞 你这么起就变样子了 但我说你 他们还不需要 我们走这 不需要走这个圈 走这走 那走轻功了就是 就走 就完轻功上走了 我说你走这三圈 他他马上在那个 在他们那个门外 他给我一比 他们一比 哎呀 这太好了 我现在就 他现在他不跟别人说 他跳过来 他有三圈 不跟别人说 他保密他 保密他 所以就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 松这个前胯就是呢 我就随便说 咱们松前胯的松法 和那个踢腿的松法 不一样 因为踢腿呢 它是要的是 五术的动力松 咱们这个松呢 是一个放松的松 所以我们这个松前胯呢 这个 这什么练功的话 就是一个放松的松 这样放松呢 不是从筋骨上 不光从韧带松的 从筋外上要松 从气外上要松 要这么松起来的 这个胯松呢 咱们就是 主要靠咱们松前胯 当然同学们 你没事愿意练皮刹 皮皮也行 我估计你们现在这会儿呢 可能差不多 皮竖刹 大部分都皮也去了 现在 皮横刹还皮不行 可能有些人能皮 皮不下去 皮竖刹工吧 都能下去的 所以没事 皮一皮放松放松 这么做一做 这么做一做 下 等那个 下一次课 我看给你们练 看给你们弄的 反正 反正两次课的话 都得跟 白背站装 就让你们 就是把腿得松一松 得松一松 你们那个 如果皮竖刹的话 把这个皮 先匹个横刹皮 伸的一拧 这是个竖刹 拧一拧 开一下 它就过去了 这个东西 比较简单 因为加个一年 加个一年 加个一年就行 将近弯弯弯松一松 松一松就可以 松着胯松一松 不要皮横的 把身子拧一拧 你拧过去 对拧过去 头部 头要放松 头要放松 把身子举起来 拿手扶着它 手扶着它 一脸加放松 松松松松 加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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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胯骨要放松 胯关节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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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年 你越一绷就松开 要松开 松开 松开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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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好多同学 大概就下的差不太多的 没两个流行 没 都同学都起来吧 一些 咬这些 一放松 加一年一松 它叫什么 那就是 再也不再松的 我摸摸脑袋 摸摸脑袋 从下方 从下方 一通气 一通 一通气 基本都下去 一通都下去 就是松前胯 好松 关键是松后胯 关键是松后胯 松后胯 就是敌卡关节 敌骨和 和那个 卡骨后面的耳装面 那个 他们两个 是甲关节 甲关节 都 都定死了 都不动它了 不动它了 就是这个 女同志 他们怀孕的后期 怀孕后期 这些甲关节开了 后面开了 怎么开的呢 就因为 住这个胎儿 他那个大大腾 里面 撑撑撑撑 把他撑开了 一撑开 里面 里面你看 有个胎儿嘛 元气特别足 它的不光元气气 还有个形体在里面 子宫长大 长大 把那个胯骨 撑开了 而且前面的话 那这持骨 都有点开 都一定程度的开 敌卡关节 开的骨份 都开了 所以说 所以说怀孕的话 后期 骨份都开了 关键的是 敌卡关节 和持骨 持骨联合 这个地方 但是它没样的 它有个气 它有一个 胎儿 这个气 出端 它也没问题 它也不出 它也不出问题 可能普通人 你要得一松开点 走不了路了 气不那么足 不在那个关节 连没连着 就在里面 气足不足 胎儿在里面 有个气 给你足着呢 所以这个妈妈 没问题 可有的妈妈 那个胎儿非常弱 气不足 如果胎儿罐很大 这个妈妈受罪了 它里面气不足 它是骨盆一开 它不给力气 有的孕妇走路不好走 疼啊 一走路就疼 这里边那个胎儿不足 气不足的缘故 说咱们懂得这个道理呢 你要想开后夸呀 对担天气充足 里面没个儿子嘛 那里面 这有个气儿子 这是 得接婴儿了 得接这个婴儿 把里边气足了 就是担天气足了 担天气足了 那个口就好开了 他说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练智能功呢 就是一边练通过形体锻炼 气儿还没接胎儿 我们怎么办呢 通过形用方法上的开 开的时候呢 气儿好痛 气儿好痛 气儿容易进去 往里面收气 气足了再冲开 我们是这么走的 以前是呢 广靠里面气冲开它 我们现在把它松开它 用功法把它松开 松开了之后 气儿进去多 气儿好容纳 容纳的多 它里边就更好开 这么是个 我们是个循环的 一层一层的 用形体开一开 动用点气儿 气儿足到往外 冲一冲 冲了再开 再冲 再开 再冲 这么高起来的 所以咱们练智能功呢 就是这么个特殊性啊 从极客方面 通时并举的 练功 也是这么高起来 从内脉 把气冲起来 所以那个胯呢 那个胯呢 你有意念什么呢 就 拿这个大 拿这个 两个胯关节 鼓鼓头 往后外撑 鼓鼓头那 实力那 一脸往后撑 往外这么撑 往外这么一撑那 往后外这么一撑 那个腰椎 腰呢 往后突 尾椎往下 这么一坐 好了 后面的 底下关节容易开了 两个胯关节 往外 往外这么撑着 往外后撑 往外掰 腰往后 围里往下 那个底下关节那 就容易松动了 你可以摸个那个臀部 摸个臀部的话呢 从那往外挤 往外 往两边拉 从当中 往两边拉 摸摸那个底下关节 那个底骨边 那个地方 底骨那个边 那个边那个地方 从那往外挤 那在那一几天往后 往后这么一动 有点往后一动的意思 有这么一点 一开有这么一点都行 一开有一点都行 或者反应人不多 到时候他下海 到时候我让同学摸摸 看那个地儿那 动腾怎么动腾 我那站着 发现现在天 不太穿的衣服 不太多了 摸个那个底下关节 摸个看 让他和往外 往外这么动 一动一动 他会动腾动腾 或者这样动腾动腾 摸摸那个感觉 将来自己 从那个用意识去 你会让同学们 一方面摸摸腰 摸摸这个底下关节动腾 就这样就是呢 慢慢在练 就像这个情况就是呢 这个底下关节 要松开 没别的好办法 咱们那个松后胯 那个松后胯 松后胯 也是就是专门来松 这个胯 你看那个脚架往里面一扣 实践扣 从膝盖往拧 一拧 把那个胯过来往外拧 往外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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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一塌腰 腰往下一塌呢 就把那个胯给挤上了 挤上了 从我们说那个围里尖的话呢 一开始要同学们 往上翘 围里往上翘 你要想 你专门练那个松后胯的时候呢 就往上一翘 往下一收 往上一翘 往下一收 拉着那个敌骨动腾 咱那个因为那个松后胯 那个那一结功啊 实际上咱们是全身的 从气整的 不光是松后胯的 我们完全为了广 松后胯 那个围里 往上翘 往下扣 往上翘 往下扣 反复那么翘 扣 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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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敌骨就会动腾了 先给围骨动腾 围骨会拉着敌骨动腾 敌骨一动腾 好了 这就为我们圈身的骨结 咱们的圈身骨结是敌骨 敌卡关节是最不好松的 最不好松的 所以这样 这个骨都会动腾了以后呢 它就别的都 别的都好说了 就都好动腾了 所以我想就是呢 我们给同学们说呢 就是将来我们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事情要求了 将来在练功的时候 练没个功 就得要认真去领会 认真去体会 认真领会 认真体会 一步一步 往上架 所以同学们觉得是 练功没内容 练练就练就练就练烦了 这么多内容还没内容 练这个体会 体会 体会 没体会几下 倒点了 老有内容 练这个动作 体会 体会里面 在体察 那我精神不集中 这叫高度集中 这叫高度集中 在过去练进功 叫做继照之功 上面很安静 凝静 但是用意识 得照着身体 得照着身体 你点体会 里面什么样子 你就得照在那呢 你闭着眼睛吗 体会是什么样子吗 就只是照 你因为体会的越深 精神不集中了吗 你这个能体会的很深 脑袋更集中 因为集中 里面体会的越深 就这么个问题 你以为是让大家体会 体会 哎呀 这精神不集中了 这也是 神行合一嘛 神和行 合在一起了嘛 但是呢 你自己 你要这样想就坏了 哎呦 真疼死了 这都哪就到头了 麻烦了 你应该想里边怎么动 注意里边 插里边什么变化 同时一个注意的局部 你是精神注意里边去 什么变化 这就练功 哎呦 真疼啊 这都算了吧 好了 这就杂念 你虽然注意点酸疼酸疼的 那就成为杂念了 精神不分辨 进去体会去 这就是一个悼念 悼心 悼心和人心 就差这么一点 你把精神注意到 练功上去了 体会去了 你成为悼心 你不想练功了 流伦 普通 日常生活了 那就人心 人心 道心 本来是一个 都是意识活动 除了人心 找道心 哪儿吗 就这么个意识活动 你看这个意识 往哪儿放 你放到道上了 就是道心 放在人上了 就是人心 你这个人 总什么什么都放到道上了 完全都是道了 你这个人就成了道了 那个意识都放到普通人身 你就成了俗了 就这么个问题 就在意识往哪儿放 导演点 第九点 过去把这人心导演讲得太神秘了 就说得太玄乎了 其实就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心 这个松药松跨呀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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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